你跟大家讲一下场上发现一些什么事情吗 讲一下今天的比赛的表现 我觉得今天的比赛对手发挥的很好 然后我们这边其实在两局都是有出现机会的时候 我们没有把握住在一些可能在关键分比分评分的时候 可能都是对对方挑分 我们没有把握住机会吧 我觉得实际上我们还是有一些地方都不是很好 然后在一些就是一些主动的事物上会有点骗过 其实没有什么压怒感的时候会有这些事物 performance untuk opponents hari ini tuh emang sangat bagus bis itu di dual games ini sebenarnya mereka punya kesempatan untuk memenangi gamesnya 只是因为有失败之类的 然后他们都没有完成比赛的比赛 所以让他们失败了一个机会 去比赛的比赛的比赛 这次是我们的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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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昨天晚上就是这个马来西亚选手击败了 就是也是来自中国的选手嘛 然后就是教练有没有给你们一些政策就是要如何打败他们 我们其实昨天就是看了一下他们的东西亚 我们也有所言之后但是今天还是没有把一些政策 应用到很好然后在场上可能会 他们也会有针对我们的政策 所以说我们其实今天发挥的怎么说呢 就是在出现机会的时候也要把握住吗 所以,我们两人也曾经看了一些视频 对付赛的合作者,也曾经发挥了一些政策 但是在那里面的场上他们不可能发挥了一些政策 他们也曾经发挥了一些政策 而且当然,他们也曾经发挥了一些政策 所以,他们也曾经发挥了一些政策 所以,他们也曾经在做的预访 是这个政策的正策 接下来的,就比赛的 因為有些中國選手曾經有被印尼觀眾影響過 讓你們兩位印尼觀眾有沒有影響到你們的表現 其實一開始第一場會有些影響,但是從第二場開始就慢慢的適應 如果在第一場開始就覺得他不可以聽到的聲音 因為他不可以聽到的聲音 但如果在第二場開始就已經有辦法去接觸 為什麼會有些影響? 其實我們經過這麼多的比賽也有所示意 然後今天其實我覺得沒有影響到 因為今天還是打得比較多 而且今天可能沒有對上印尼隊的球員 所以說場館沒有更加力 我問問你 她跟郭柳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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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 我觉得Wooly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游戏 因为她其实到往前我觉得是非常…意识是非常好 所以说很多时候她能在出球前她肯定就是已经选择好游戏去来打这个球 所以我觉得她的往前意识是非常好 Wooly itu adalah pemain yang sangat senior 所以她可以說她有很高的意義 如果在某個角色上有的 她會知道如果可能會在某個角色 她會有很高的意義 我仍然不太喜欢给自己的目标 仍然能够把自己的所有自己发挥出来 然后重新学习到东西